武神主宰 第五千六百五十五章 简单改造 作者 按摩师 爷 你这家伙醒了 魔力惊讶说道 罗侯魔祖郁闷道 还不是因为你先前传递给我的灵魂力太多 导致我沉睡这么久 不过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呢 你熟悉这里 魔力听了后 不由吃笑一声 这罗侯魔祖还真特么能装枪做事 这地方他都熟悉 开什么明界玩笑 你小子不信本祖 罗侯魔祖被魔力这么一吃 顿时怒了 靠 以前刚认识的时候 一口一个老祖 现在成大地了 都敢吃自己了 妈的 不知道尊老爱幼的吗 实力强了不起啊 你可知 此地是什么地方 魔力瞥了他一眼 罗侯魔祖阴着脸问道 什么地方 此地乃是死灵长河中的死灵国度 是无数死灵居住的地方 在这里生存的 都是死灵长河中游荡的死灵 连冥界顶级大地 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魔力看了他一眼 你能觉得熟悉才怪 死灵长河中的死灵国度 文言罗侯魔祖脸上 顿时露出尴尬之色 然后闭嘴不说话了 难怪魔力会对自己这种态度 这样的地方以他的实力 的确一辈子都进不了 奇怪 可我真的有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 怎么回事呢 可玄疾 罗侯魔祖又是皱眉 蓝蓝低语 难道是我前世 还是这死灵长河中灵魂的时候 曾来过这里 他一脸不解 前方 秦晨和宁木瑶一行迅速向前 渐渐的四周天地开始变得苍茫起来 大地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一座座的大山耸立 颜綿不绝 造型却极其的古朴 如同古老的大荒天地一般 有一种抑郁的风格 来到这里 秦晨就感觉自己 像是置身一片古老宇宙 刚刚开辟式的洪荒天地 左顾右盼 一脸惊叹 这地方 真的太神奇了 虚空中 甚至还萦绕着一道道的古老法则之力 这些法则并未成形 像是天地初开 万物复苏 灵长凝滞 刚开始行走天地 天地大道的运转 刚刚开始成形的时候 甚至秦晨体内的法则之力 都随之微微而动 像是在体会这种开辟的过程 本源被隐隐调动 这是 秦晨面露震惊 惊叹不已 秦公子觉得 此地如何 宁木窑动人的眼睛盯着秦晨 轻笑说道 厉害 此地给我的感觉 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在开辟 万物出生 天地鸿蒙一般 还有这些场景 这些山峰 若非是在这死灵国度中 我都以为真的是一片浩瀚的世界在出生了 秦晨扫尸四周 震撼不已 它可是融合了初始宇宙本源的 曾感知过初始宇宙的开辟 那种感觉 和眼前的场景极其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 眼前的流转的法则 带着无尽死气 乃是这死灵长河中的气息和规则所化 并非真正的阳宇宙 天地开辟时的法则 宁木窑笑着道 秦公子说的是真的吗 此地场景 其实是我一手打造 耗费了无数岁月才形成 说着 宁木窑看向前方 那里有无数的死灵在生存 好似生灵形成灵质 在天地出生时 与天拼搏一般 你打造的 秦晨震惊看向宁木窑 他还以为 这死灵国度中的场景 都是自然演化而出 没想到 竟然是宁木窑自己打造的 这是要何等的手段和时间 才能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国度和世界 宁木窑看着前方和四周的诸多死灵 喃喃道 是啊 秦公子你知道吗 其实这里的死灵都很可怜 他们在死灵长河中化为死灵之后 无法顿入轮回 也无法再度投胎 只能一直在这死灵长河中游荡 他们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甚至没有出路 在这死灵长河中 还要遭到冥界鬼秀的猎杀 其实 他们并不想进攻那些进入死灵长河的鬼秀 可那些鬼秀们来到死灵长河 为了提升 将死灵长河脚的一团乱 只能被迫反抗 我之所以 将这死灵国度打造成这样 就是为了让他们体会阳间的万物生长 体会天地间的开辟轮回 只有在这里 他们才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是活的 有温度的 是在运行着的 宁木窑南南说道 语气伤感 秦晨默然不语 死灵长河中的死灵 乃是一些强者灵魂蜕变而成 一旦成为死灵 便会彻底成为死灵长河的附庸 无法离开 就好像一个轻道夫 为死灵长河的延续 默默出力 这何尝不是一种牢笼 秦晨苦笑道 这些死灵的确生活在一个牢笼之中 可这天地间的云云众生不也如此 很多人一出生 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他们只能按部就班地 按照这世界的秩序 这么生存下去 如同蜡烛一般 从造出来的那一刻起 燃烧尽他们的一生 便是他们的命运 没有人逃脱得了 秦公子你如此实力 也有这般感慨吗 宁木窑疑惑看着秦晨 秦晨苦笑道 不管何种实力 不都是在与天争吗 别说是我 就算是那四级大帝 或者更强之人 同样也有烦恼 和做不到的事吧 这一刻 秦晨想到了 初始宇宙的古地前辈 那等强者 亦是被困虚空朝西海 万年等一回 还有死海中的 溺沙神帝前辈 为了救出自己的妹妹 独创明鉴 结果身陨倒消 那般强者都有无奈和艰辛 而自己为了救下思思 为了出使宇宙 也在一路征战 不同样的 在这轮回间苦苦挣扎吗 这宇宙 便是一座巨大的牢笼 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逍遥 主宰长生吗 看着面露伤感的秦晨 宁木窑轻声道 那秦公子 有什么梦想吗 梦想 秦晨想了想 笑了 我自然有梦想 他抬头 目光犀利 仿佛看穿无尽天地 我的梦想 是让这天地不再有杀戮 是让这世界都能和平安详 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爱人 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每天都一起做他们 喜欢做的事 不再为了生存而奔波 而挣扎 说到这 秦晨看了眼身后的诸多死灵 也希望有一天 这死灵国度的诸多死灵都有一个未来 至少是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闻言 宁木窑顿时愣住 秦公子的志向 还真是远大 宁木窑喃喃道 秦晨微笑道 你不觉得我虚伪吗 宁木窑摇了摇头 我能感受到 秦公子是发自肺腑的 不过这些死灵之所以会诞生 那是因为 死灵长河需要他们 如今的死灵长河 没有人执掌 他的力量 其实在不断扩张 若是没人控制 早晚会因为无限的扩张 而逐渐衰竭 渐渐崩坏 到时候 整个冥界都会毁灭 秦晨惊讶道 你是说 死灵长河之所以诞生这么多死灵 是为了维持自身秩序 是的 宁木窑点头 其实远古时代 死灵长河是有人掌控的 那人的存在 并不是说要如何控制死灵长河变强 而是可以让死灵长河中的轮回达到一个平衡 可后来不知为何死灵长河中的灵消失了 死灵长河为了自身的延续 这才诞生了这么多的死灵 这些死灵 其实是长河为了自保而诞生的复产物 它们的存在和修炼 维系了长河中轮回力量的平衡 如果没有这些死灵 死灵长河 或许已经开始慢慢衰竭了 或许短时间内看不出来 可一个纪元 一百个纪元 无数纪元之后 轮回失衡 不仅是冥界会崩坏 整个宇宙海的生灵 都会失去秩序 到那个时候 将是整个宇宙海的灾难 宁慕瑶轻生道 秦晨默然 他倒是没想到 这些死灵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死灵长河自身的修复吗 不知秦公子觉得 我塑造的国度如何 公子来自宇宙海 应该对世界的诞生 有一些理解 不知可否指点一番 完善一下我们这死灵国度 这时宁慕瑶轻生道 也让所有的死 灵活的 也更真实现 他抬头 西记看着秦晨 那眼神明亮 充满了渴望的光芒 宛若少女 在看着崇拜的偶像 闪烁光芒 秦晨愣了下 玄机笑了 您姑娘客气了 不过 我对天地开辟 的确有一些见解 姑娘这天地 虽然极其真实 但和真正的天地开辟 还有一些差别 既如此 那我就替姑娘你 简单改造一下吧 话落 秦晨猛地抬手 轰隆 顿时间 一道浩瀚的气息 从秦晨身体中 骤然涌动而出 当这股气息 出现天地间的时候 整个死灵国度 轻轻一震 瞬间开始变得 不一样起来 秦晨曾融合过 初始宇宙 自然见识过 初始宇宙开辟的模样 他体内的混沌世界 当初开辟之时 也如同世界衍生 映照秦晨脑海 眼前这宁木窑 所建立的场景 虽然和天地开辟 极其类似 但实际上 还是有那么一丝区别 而秦晨现在所做的 就是补权这些区别 嗯 此刻 冥界之中 正赶路的冥藏大地 墨地停下脚步 骤然抬头 看向死灵长河所在 目露震惊之色 死灵长河 似乎有了一丝 些微变化 那小子在里面 做了什么 本章完 谢谢你们 对 似乎有了 是的 对 有什么 这个 看来 我们 看来 这个